飞鸟级3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 是那最好的选择我 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人 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前面 我的存在对我是一个永久的神奇 这就是生活 我们萧萧的树叶 都有声响回答那风和雨 你是谁呢 那样的沉默着 我不过是一朵花 休息与工作的关系 正如眼瞼与眼睛的关系 人是一个出生的孩子 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 神希望我们筹打他 在于他送给我们的花朵 而不在于太阳和土地 光明如一个裸体的孩子 快快活活地在绿叶当中游戏 他不知道人是会欺诈的 啊 美呀 在爱中找你自己吧 不要到你镜子的铲鱼去找寻 我的心 把他的波浪在世界的海岸上冲击着 以热泪在上边写着他的提记 我爱你 飞鸟集四 育儿呀 你在等候什么呢 向我将让位给他的太阳致敬 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 仿佛是阴雅的大地 发出的渴望的声音 神自己的清晨 在他自己看来 也是新奇的 生命从世界得到资产 爱情使他得到价值 枯竟的河床 并不感谢他的过去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鸟儿愿为一只鸟 瀑布歌唱道 我得到自由时 便有了歌声了 我说不出这心 为什么那样默默地颓赃着 是为了他那不曾要求 不曾知道 不曾记得的小小的需要 妇人 你在料理家务的时候 你的手足歌唱着 正如山间的溪水 歌唱着 在小时中流过 当太阳横过西方的海面时 对着东方 留下他的最后的敬礼 飞鸟集五 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 而去责备你的食物 群树如表示大地的愿望似的 踮起脚来 向天空窥望 你微微地笑着 不同我说什么话 而我觉得 为了这个 我已等待的久了 水里的鱿鱼是沉默的 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 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 但是 人类却兼有海的沉默 地上的喧嚣 与空中的音乐 世界 世界在稠疚之心的琴弦上跑过去 走出忧郁的乐声 他把他的刀剑当作他的上帝 当他的刀剑胜利的时候 他自己却失败了 神从创造中找到他自己 阴影 带上他的面目 秘密的 温顺的 用他的沉默的爱的脚步 跟在光后边 群星不怕显得像萤火那样 谢谢神 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 而是被压在 这轮子下的活人之一